美国总统选战越演越烈 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原定10月中 向国会发表有关中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的报告 推迟到11月4到5号 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 13号造访俄亥俄州杨斯敦州立大学的集会的时候 不出所料的就中共政府操纵货币汇率的贸易问题 向欧巴马政府猛烈开火 瑞安表示 奥巴马政府至少有8次机会 把中国认定为货币操纵国 但此次又把报告的公布时间拖延到大选之后 瑞安形容这等于是第8次告诉一个不守规则的对手 你得和我们公平竞争 公平贸易 矿产丰富的俄亥俄州是美国制造业中心 针对这部分选民 瑞安批评中国偷窃美国的专利技术进行生产 并用低廉的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打击美国的制造业 瑞安引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称 美国因中国知识产权的盗窃行为 损失了200万个工作岗位 瑞安表示 如果罗姆尼当选 他们必将让贸易欺诈者为这些行为负责 此外 瑞安还批评联邦议员们增加国债上限 并允许外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政策 认为这有损美国的主权 同一天 罗姆尼也在俄亥俄州举行了两场助选活动 新唐人记者余淼综合报道